民陣發起七一遊行 在風雨中由維園向中環進發 參與市民都有很多不滿特首梁振英管治 要求進發落實普選 又說會視乎情況 決定明年是否佔領中環 亦有團體提出不同民生訴求 由旺曉瑩報道 無阻香港人七一上街 當領頭環額剛剛離開 維園落起大雨 夾閥陶瘋 起滿三個足球場的人 繼續等候出發 還不斷地加入 有遊行人士形容香港局勢 一樣滿城風雨 因為我覺得我們一定要站出來 爭取民主 如果我們不站出來 就沒有人再站出來 沒有心態 但是我們都會繼續 除非十號風球 很大風大雨 要不然我們都不會停 這日亦都是梁振英上台一周年 很多口號、道具都是針對他 100分滿分有10分 10分是停了一個雙匪 一郎生仔而已 其他的 其他看不到的 會給他分數的理由 沒有表現 其實是負數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反而還壞了 就是土地運用 他說不要自滿 我想他這件事太自負了 這件事真的是 上來北鄭馬南乖 整個兩應 應該是拿去居城區 垃圾 所以掃把他走 時情時雨的天氣下 隊伍慢慢向中環進發 有參加者說 為了普選 明年在中環 就不只是答會 如果今年的政改 還是原地答報的話 不排除有可能是佔領中環 是我們每一個市民的公民公領 叫梁振英看清楚 香港市民 不要說犯法 八號風頭 快風大雨都不會劇 犯法更加不會劇 一如往年 亦都有很多人 趁這一天 表達各種民心訴求 他就代表了四十幾個朋友 代表我們每一個同學 每一個我們認識的朋友 他們為何要上街的看法 譬如我上街 七一我上街 是因為我覺得屋租很貴 所以我就上街站出來 他們就要求開放單車線 亦都有團體批評市建局 起身都是豪宅 警方今年首次封了電車路 給遊行人士 隊伍員希尼斯道 經金鐘道前進 車路分斷督閉 當隊頭到達終點 遮打到行人專區的時候 起點維園仍然有一片遮海 龍尾五點半才完全離開 有線電視記者黃曉瑩報道 政府發言人回應七一遊行 指尊重市民遊行 和發表意見的合法權利 並且會虛心聆聽訴求 發言人指政府會按基本法 落實2017年普選特首 在適當的時候展開諮詢 啟動憲制程序 政府期望社會各界能夠以理性 務實和包容的態度 為落實普選凝聚共識 發言人又指 留意到遊行人士有其他不同的訴求 政府會繼續著力解決 經濟發展房屋等等的問題 遊行人士陸續到終點中環遮打到行人村用區 林海融民陣會繼續在這裏舉行集會 多不多遊行人士繼續留在這裏參加呢 其實都幾多 現在的遊行隊伍還未完全停止 來到這個終點 因為很多人還沿著北打街 來到遮打到這裏 其實這個集會在晚上六點鐘正式開始 其實在下午四點到龍頭已經來到 所以有些市民已經開始在遮打到這裏聚集 這個時間是比剛剛多人了 因為那些遊行隊伍還在來 其實剛剛在台上有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明 有些發言 現在民陣召集人孔令如說回遊行的情況 暫時還未公佈這個人數 不過今晚這個集會仍然繼續 稍後還會有照明中環的三位發起人 還有一些歌手會在這裏有些表演和發表講話 越來越多人來到 天氣又不是那麼穩定 警方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安排去維持秩序 其實現在看到這一刻都有少少的毛毛魚 所以大家都是擔著傘去看著集會的情況 大會剛才也有呼籲過大家可以收起一把傘 是敢掃一把傘 不過因為現在月勢開始大了 大家又開一把傘 其實這裏的人數都幾視乎雨勢 例如剛剛是因為雨勢有時都幾大時候 那些人是要去避雨 那這裏就突然之間可能清空了 那現在雨勢很大 大家又聚集了在這個遮打到這裏 那至於警方那裏 其實因為現在遮打到這裏秩序都幾好的 所以警方的佈防主要就是在遮打到的頭尾 就是在這個不打街和側臣那裏 就有比較多的警方在那裏 但是在這一個位置 就是在近著個舞台的位置 其實警員的佈防就不是那麼多 謝謝 現在遊行期間 有市民就想在銅鑼灣崇光百貨對開 中途加入遊行被警方阻止 雙方發生衝突 最後警方開放了一段 請介紹 Herney St.道大約半小時 couple 被遊行人士經歷 游詞浪文報導 遊行開始無來 上issant百貨對詞的一路出現去轉 開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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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市民想還過 Herneyers導馬路 中途加入遊行隊伍,被警方阻止 遊行人士不滿 雙方推撞 部分鐵馬被人扯走 推撞期間有人被撞到 有市民說以往沒有試過這樣的情況 節目主持李慧玲和警方理論之後 一度被帶走 但很快就放回 警方指軒尼斯道東行線已被車通過 以及做緊急通道 要求他們用天橋或經港鐵站 到溪慎廣場加入遊行 市民之後 完行人路走 有人成功突破警方防線衝出馬路 獻尼斯道東行線一度無法被車走 警方說遊行人士沒有警告 有部分市民在那間百貨公司的門外 企圖越過東行線 企圖打尖進入遊行隊伍 而他們的行為當時不僅罔顧了他們自身的安全 也危害了當時道路其他使用者 所以警方當時採取了果斷的行動 他又解釋 不是不讓市民加入 而是要在適當地方加入 有線電視記者蕭樂文報導 民陣對於警方的安排非常不滿 因為完全違反之前會議的承諾 指警方有意流難遊行人士 如果在崇崗是爆滿人的話 在15至20分鐘之內是會開東行線 但結果我們今天是等了一個多小時 警察仍然是不肯開東行線 但我們一直跟警察說 如果在崇崗要求插隊的市民 是可以走去前面的波斯庫街那裡 加入遊行隊伍的 但警察竟然叫他們上去唐街的天橋 在唐街的天橋塞下來的時候 就變成邊陵頓街出電車路那裡 是塞滿了人 也都導致到維園那裡 是倒塞人群的 警察是無所不用其極的這樣 去阻止我們今天的七一遊行 可以順利地進行 雖然很多市民都去到終點那裡 但是龍美是5時半才離開維園 麥谷祖儀有很多人 仍然是在銅鑼灣那裡遊行著 是的 銅鑼灣軒尼斯道 這個位置仍然是有很多的遊行人士在那裡 他們現在就慢慢地向前下 隔不中走停停停 但是秩序都算是正常的 這裡警方仍然是開放 軒尼斯道西行往中環的道路 以及這個電車路被遊行人士 另外警方亦都防止再有人 衝出軒尼斯道東行的馬路 在這個電車路旁邊 就安排了大批警員和民安隊 一字排開在這裡守住 秩序都算是正常的 麻煩你繼續跟我們看著現場情況 說回終點的情況 很多市民遊行之後 都繼續參加遮打道行人專用區的集會 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 呼籲大家參與佔領中環 又舉行宣誓儀式 愛和和平的力量是可以很大的 就算是泰特斯 我們都不用怕它 為什麼 因為愛和和平的力量 可以構出泰特斯的裝甲 去到那些指揮泰特斯的人 好 好 好 我可以和和平 可以改變的角色 幾個代表帶領遊行人士宣誓 表達參與佔領中環的決心 集會預計是到晚上的10點鐘 由不同的嘉賓講解佔領中環的理念 另一方面 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 下午在天馬公園和全港37個場地 舉辦慶回歸活動 正正有22萬5千人參與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 有人參加慶祝活動 有人就選去遊行 說明香港有充分自由和權利 由斯樂秋報道 主題是首牽手慶回歸獻愛心的民間慶回歸活動 由歌舞升揭開序幕 多個團體參與表演 市委預備 市委 我們支持你 慶典委員會執行主席鄭耀堂 和大領觀眾高夫支持行政長官梁振英的口號 台下也有人舉起角色支持政府的標語 很勤力的 加征政府的 你看他推開很多政策 出席啟動禮的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說 有人選慶祝 也有人選遊行 表現香港有充分自由和權利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也說 尊重選去遊行的市民 特區政府是非常之尊重 我們市民表達他們意見的自由 無論今天的人數是多還是少 我們都會很小心聆聽市民表達的意見 也都會將市民表達的意見 作為我們日後施政的參考 除了歌舞表演 大會本身還準備了攤位遊戲給市民玩 但因為太大雨 連這些活動都要提早取消 有線電視記者 謝斯樂秋報導 直看香港回歸16周年的消息 外港之聲在尖沙咀舉行活動 慶祝回歸以及反對佔領中環 大會說有1,200人出席 盧沛山報導 世思互港 慶結港人 慶結港人 外港之聲在文化中心露天廣場 世思反對佔領中環 慶祭為宿 慶祭為宿 出席人士揮蕩國旗和區旗 有人帶同子女出席 外港之聲指會成立監察佔中行動組 搜集佔中行動的違法資料 向警方舉報 亦會組織萬人守護香港 和佔中人士對抗 人家犯法都可以組織到1萬人 我們叫人犯法 有何理由組織不到1萬人 這一萬人 我們會慢慢看到我們怎麼做 暫時我們不可以公佈 活動員定下午3點開始 但由於太大風雨 桌上布置和鐵馬都催淋 參加者走到有蓋的地方避雨 到雨勢收拾 繼續有綱舞表演 慶祝回歸 有線電視記者盧沛山報導 香港演出熱協會 在前劇特機場跑道 舉辦巨蛋音樂會 有1萬8千人買了票入場 雖然天文台發出了3號強風信號 大會決定演唱會繼續舉行 大衝途就掛起大風和落大罩雨 部分歌迷決定離開 主辦單位說 回歸紀念日舉辦音樂會 並非為了維穩 而是以行動去表達 香港演藝界需要一個 容納3萬人的演出場地 再看7.1遊行的消息 警方說在離開維園出發 遊行人數有3萬3千5百人 有在新消息都會繼續和大家報導 接著看看行政長官梁振英 就重新會在適當的時間 就落實普選行政長官進行諮詢 由斯樂秋報導 梁振英在特區成立酒會上支持 新生一屆政府已經落實 退競選政綱中部分主張 並且取得階段性進展 落實2017年普選特首 也是今屆政府的重點工作 政府會本著最大的誠意和承擔 在適當時進行諮詢 特區政府希望持不同主張的朋友 能夠以包容、務實、平和和 求同存異的態度 尋求最大的共識 他又感謝國家對香港的優惠政策 CIPA頒布10周年 盡量用好這個安排對香港極為重要 CIPA聯合工作小組13日前舉行首次會議 同意向香港電影、會計、建築、產業測量 和產業股價、物業管理服務、 醫療、衛生服務等進一步開放 梁振英說在慶祝特區成立週年的同時 可以從成功落實一國兩制 取得應對眼前問題的信心 有線電視記者斯洛秋布道